第三七題 課文中有提到 電流流動方向固定不變的稱為直流電 電流的大小和方向會隨時間做規律周期性變化 稱為交流電 請依照上述的原則判斷 下列何者最可能是直流電 我們看到敘述當中說 電流的流動方向不變的叫直流電 這裡並沒有提到大小 所以大小沒有改變並不重要 重要的事情是方向不會改變 我們可以看到這圖上面 這上面是叫電流是所謂的正方向 這個電流是所謂的負方向 所以呢像我們的B 這是有的時候在正方向 有的時候在負方向 就是電流方向會變 所以它是交流電 所以這不是答案 同理C也是有正方向跟負方向 這也不是答案 那麼豬也是有正方向跟負方向 這還一樣不是答案 只有我們的 A一直維持在負方向的這個電流方向 沒有改變 所以呢只有A是會是直流電的 所以我們第三請問我們說 請依照上述的原則判斷 下列何者最可能是直流電 我們的答案呢 要選的是A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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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